嗨 久久来了 这节课呢我教大家反拍的过度 那我不教大家过度边线 也不教大家过度对角线 我教大家中间的球 它有一个要求 就是说你的球必须要中 它不是轻轻地这样掉过去 一定是要发力地给它压下去 这个球要很冲的球才有威胁 不管是单打还是双打 其实这一招都是很有用的 那这个反拍过度 正常我们是虎口对准拍框 但是过度斜线的时候 我们需要拍面稍微的往里面移一点 可以进行一个包住它的角度 因为如果你是正常握拍子的话 你这个手腕这个地方 很少有人会角度弯到这么大的 移动一下拍面 会让你的机球更舒服 那这个机球点呢 其实不要在身体的后面 要在身体放在前方一点 然后发力 一定要发力把这个球往下带 肩膀带动大臂 大臂带动小臂手指手腕 一下往下压 那这个球你远了无所谓 但是你这个球速呢一定要快 所有的球路其实快才是最难接的 所以说不管你的球是怎么样 一定是往下走的 是过往带它就往下飘的 那这个球一定是有威胁的 所以赶快练起来吧 练好羽毛球 久久教你啊 这就是这样子的 很复杂的